北京试园会是继1999年昆明试园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之后, 中国举办的级别最高、规模最大的国际性博览会, 汇集11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和120余个非官方参展者。 2019北京试园会即将在北京年庆开幕, 来到试园会,这些网红地必须打卡。 中国馆 中国馆位于整个园区的中心位置,总建筑面积2.3万平方米。 呈半圆月弧形,犹如中国传统的吉祥物如意, 取名为锦绣如意。 中国馆主打锦绣圆艺情如意中国梦的设计理念, 以诗意的中国语言讲述美丽的圆艺故事。 永宁阁 永宁阁北陵归河远眺烟山,俯瞰归瑞湖, 是整个园区的制高点和标志性建筑。 永宁阁建于由回天土堆住的天田山上, 海拔514.35米,采用了辽津时期的建筑风格。 国际馆 国际馆是北京试园会园区内面积最大的场馆, 由94把钢结构花散簇拥而成。 该馆将作为国际范围内参展的国家、 地区和园艺组织的室内展场。 牡丹、韶药、月季、组合盆栽等国际园艺竞赛 也会在此举办。 植物馆 植物馆建筑面积约1万平方米, 建筑设计理念为升起的地平。 建筑表面积里以植物根系为灵感, 庞大的垂坠根系向下不断蔓延, 将植物原本隐藏于地下的强大生命力 直观呈现给参观者。 生活体验馆 生活体验馆为游客们提供了一个优美的田园集市, 是一座由7个建筑单元聚合而成的组合式建筑。 其主展馆分为自然园艺、生活园艺、智慧园艺三个部分。 观众可在此体验茶道、酿国酒等, 进而感受中国农耕文化的意境美。 归瑞剧场 归瑞剧场是坐落在归瑞湖畔的一个 偏先彩蝶舞动造型的建筑。 除了开闭幕式, 北京试园会期间, 这里还将承担各类大规模主题展演、演艺等活动, 迎接八方来客。